堂堂姐 我愛妳 堂堂姐 我愛妳 其實啊 小時候 嬰兒潮時代的 後嬰兒潮時代其實很多人都很辛苦 對 然後 國小畢業其實就開始工作了 然後慢慢的其實覺得 讀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要開始讀書 那其實這樣一路走來 我其實要很感謝老天爺 給我這一些所有的挫折 然後讓我學會樂觀面對每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當所有的挫折 你都可以很樂觀面對的時候 你就沒有任何事情難得到你 那當然人生的考驗是不斷的 不可能一件事情就考驗完了 那當然在行銷的過程中 常常會被客戶拒絕 被客戶放鴿子 然後甚至客戶答應你了 然後避而不見這些都會有 可是當然當下會很沮喪 但是轉個念 覺得其實謝謝客戶 謝謝每一位給我們 考驗的逆貴人 因為當他們的考驗 我們才可以很快速的 轉換自己的心情 很快速的走過那個低潮跟挫折 然後很快速的讓自己 正向的影響自己的每一個下一步 如果在一個漩渦裡面卡太久啊 下一步你就走不下去 那最近最大的考驗我覺得是 我的夥伴跳槽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換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是他想要的地方 那我覺得應該就讓他去嘗試看看 因為沒有任何事情是對或錯的 只要是對得起自己 然後對得起客戶 對得起自己的人生 那我覺得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最後啊其實真的要謝謝所有的夥伴 那最要感謝的是帶我進來這個行業的主管 就是沒了經歷 他開贏了我一個另外的天空 因為從對事情的看法是很局限的 可是現在給我的看法是更大的格局 那讓我學會格局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位要感謝的就是我的先生 對他的全力支持讓我無後顧之憂 對然後還有我團隊裡面的所有夥伴 雖然我知道你們在成長的路上非常的艱辛 因為碰到客戶的挫折 碰到學習的障礙或是碰到拒絕 但是因為你們的堅持 所以讓我更有動力帶領著我們的團隊 聯望家族可以像Lions Team 對 Love Open Idea Nice 好希望我們的團隊都是Success 對的團隊 希望呢我們都可以朝著這一個目標前進 然後讓我們像我早上說的 可以收購風險 建構安全穩戒機制 讓每一個朋友跟我們相處的 都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快樂 越來越富裕 這也是我們團隊的終止跟目標 謝謝各位 各位 唐唐姐超愛你們的 你知道嗎 有你們太棒了 讚 讚到爆 謝謝 你好 我姓蘇 團隊大概可能比較都不認識我 因為他們都大概稱呼我唐老公 因為這是唐經理的先生 所以他們簡稱唐老公 那這個部分我想就以唐經理為主 我也不做所謂的出風頭 或是有任何的比較焦點在我身上 這部分我倒是滿安於現狀 那接下來我想說 就談到這個部分 唐經理在這段時間從一路走來 那遇到的一些狀況 那在很早之前就是唐經理在最早接觸到保險之前的時候 我就很鼓勵他 認為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置業 既然也可以幫助別人 也可以讓自己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那我們出發點認為幫助這個 您的客戶這些客戶的一些生活 對他的生活的保障 一路走來也遇到一些事情 有一些家庭很不幸的也發生一些事故 那我們很慶幸能在早期的時候 有幫助他們這一段 讓他們的這些事故對他的這些家庭有一些保障 甚至得到更多的就是未來 就是說小孩的教育或是生活方面獲得一些資源 那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我們很有些我們個人的力量 要幫助這樣一個意外事故的一個家庭 我們遇到可能經濟上的一些個人能力有限的部分 那我想從事保險業 這是一個幫助您的客戶 幫助這些意外的事故 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支援 也是一個我們抱著一份做善心來從事這個事業 那在接觸到比較早期的時候 唐經理在剛開始的時候當然也遇到很多挫折 說比如說客戶在哪裡 那如何去拓展這些的事業 然後也有時候也會有一點點就是說 業績在哪裡的壓力 那我是很鼓勵他 我有跟他分析說 以社會上現在的工作來看 很多的時候 你並不是你想要得到什麼就會有什麼 那在從事保險業務這方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累積一個很長遠的路 所以我一再的鼓勵他說 這是短時間的挫折 那未來的累積會是蠻有可觀的收穫 以目前來看 我認為他的各種方面的成就搞不好 都應該算是比我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給大家後進 或是一些人參考的一個借鏡 老婆 這段時間以來您對團隊的付出 還有對家裡的一個奉獻 那在擺盲之中 他都花了很多時間在幫這個家做一個 那我本身就有一點散漫的習慣 那當然就有時候會被稍微唸了幾句 那當然是我老婆大人您的付出這麼多 那我也感受在心裡 但是這個人 我這個平常比較木納一點 不是那麼會表達情感 在這裡謝謝你 老婆老婆我愛你 謝謝 老婆老婆我愛你 大家好我叫做林文彥 大家看我穿成這樣子 我剛從南投上來這樣子 大家知道嗎 我從做保險到現在四年多了 我做保險之前連台北都沒來過 來這邊都是坦坦姐教導我 就等於說坦坦姐其實就是在我保險行業上的保險媽媽 我原本是讀森林系的還是自願意的軍人 可是是不是連保險什麼都不懂 在這邊就是一步一腳印 然後他很多都教導我 像新人初期都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還有很多問題 可是坦姐就是一步步的教導我心坦 然後教我怎麼說 比如說去跑客戶去經營 然後讓我等於說慢慢的成長 而且在學習的道路上 他是很好的指導者這樣子 都帶給我很多的心坦成長這樣子 而且他給我的感覺就像家人一樣 等於說真的像我們 我現在就趕去他家爆水餃來吃這樣子 真的吃得很飽 然後還有很多平常還有休閒活動啊 然後帶著我們一起去跟朋友客戶啊 一起去了解一起去成長這樣子 然後等於說現在 我到現在等於說也收入很多 比如說自己也成長很多 從以前啊 上台啊不敢講話 到現在可以這樣子 應答自如啊 也是歸功於坦翰姐的教導這樣子 他像他這樣子啊 然後對待我們大家 其實就是我們大家的利得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跟坦翰姐講說 坦翰姐我愛你 最後我要說坦翰姐我愛你 大家好我是靖翰 然後我現在是生大事 然後就是在生大事這段期間 就遇到坦翰姐啊 然後我們就一起討論我們的夢想啊 還有未來 然後坦翰姐 就覺得我蠻有想法 然後就想要叫我來加入 保險業這一塊 然後我覺得加入進來啊 雖然很多 有很多的挫折啊 但是我覺得坦翰姐 就很 很努力的啊 就是帶領我這個社會新鮮的人 都還沒畢業 然後一點社會經驗都不夠啊 然後他還是很願意努力的 這樣子慢慢的培養我 然後從原本內向啊 然後到現在都可以去跟陌生人講話 然後原本都害羞的都不敢講話 然後到現在都 可以慢慢的越講越好了 我覺得這坦翰姐對我的幫助很大 然後以後我還有很多 很多的經歷啊 我相信坦翰姐都已經會陪伴著我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謝謝唐仁姐 唐仁姐我愛你 我覺得目前就是大四學生夜校啊 然後像我平常 晚上都一定要上課啊 所以我都 然後我又是住桃園 住桃園的 然後 就在三 然後公司在三重嘛 我每天這樣騎 騎一個小時的車來到三重啊 然後就這樣 晚上的時候再回去 回去上課 就這樣每天這樣騎一個小時啊 我都覺得來到這邊很值得啊 因為學到很多真的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一般職場上可以學到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 晚上也要上課啊 時間變得更少 可是我還是就是很努力的來做 因為我們都年輕 都要朝著自己的夢想去前進 哈囉 我叫淳洪 大家可以叫我阿洪 對 我之前從事的是 設計工程的部分 對 因為做了兩年 我發現 發現 收入不成比例啊 而且我時間也 也一滴一滴慢慢的減少 自己的時間 不多 後來 從事了 授選這個行業 在這裡待了兩年 在這裡遇到了 唐唐姐的團隊 我也很謝謝她 在我們最無助 以及 失落的時候 都有大家的協助以及幫忙 讓我們慢慢的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在這裡啊 我要感謝 團隊所有的 夥伴 以及唐唐姐 謝謝你們 如果沒有你們 也不會有經驗的我 謝謝 唐唐姐我愛妳 哈囉大家好 我叫雨涵 然後之前呢 是經營裁券行 那因為 在那時候是半工半讀 就是早上的時候經營裁券行 然後晚上的時候念書 那在這當中是因為 媽媽有動心臟手術 那 呃 以前家裡也買了一些保險 那 都不知道買了什麼 然後因為媽媽的事情 那 呃 因為理賠上 就是有一些問題 然後 讓我會想要了解一下說 欸 到底買了那麼多保險 那到底是買什麼 為什麼 有的人說賠 有的人說不賠 對然後後來就進來學習 然後 了解到說其實 呃 很多東西是因為 我們不懂 對 那 我希望是藉由自己 在這方面的專業 可以協助到身邊的親朋好友 可以讓他們在遇到狀況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照顧 對 那 在呃 在這個環境我也學到很多 對 那 那 以前其實還蠻避俗的 對 就是很內向 那 那時候也想說要 就是多磨練自己 然後可以 呃 學習怎麼跟別人溝通 對 那這是在我這邊 學到很多的 對 那 進來這個團隊之後 我覺得欸 堂堂姐就是人超好的 很nice 然後協助我們很多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都是 非常盡心盡力的幫助我們 對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對 那希望未來的日子 我們的團隊可以更好 對 然後 嗯 可以 帶領更多的好朋友 一起進來這邊打拼 然後完成自己的夢想 然後最後呢 就是 堂姐 我們超愛你的 堂姐 我們愛你喔 嗨 大家好 我是艾玉 又來到這裡了 那 就是我以前是做電腦工作的 那其實在電腦業做九年了 那 學習到也一些不錯的技能 但是就是在 電腦行業慢慢的萎縮 就遇到了一個貴人 就是我的主管蘇星姐 就 很感謝他就是把我 帶領到南山這邊 就是學習一些 壽閒理財的經驗 那 也很高興就是說 我們美耀區有堂堂姐啊 美耀姐就是也很照顧我 讓我在這個團隊可以就是 成長收穫到許多 那真的很謝謝你們 也希望可以就是在 未來之路 艾玉可以就是有更好的發展 謝謝 愛你喔 唐姐 愛你喔 嗨 客戶大家好 我是淑青經理 我終於在今年生經理了 我要謝謝你們的支持 才有今天淑青的我 還有謝謝我團隊的夥伴 一起進來南山打拼 才有淑青今天可以 就是 達到我今天在南山的一個 區經理的這個位置 謝謝你們的支持 那我在這裡要更謝謝我們 美耀區裡面的堂堂經理 一路上他一直鼓勵我 一定要升區經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放棄 即使我生病了 我還是怎樣堅持下來 所以南山真的很好 堂堂謝謝你 大家好我是冠華 我是在讀大事的時候 然後進這個行業 然後 我本來是在做早餐點 然後從來都沒有想過進這行 那因為在媽媽呢 生病的期間 然後看她那麼辛苦 又那麼堅持 所以就想說 進來幫她傳承 做這份事業 然後進來的時候 真的很多不懂 然後很多的爭執 我不行會哭 因為媽媽呢 然後身體不舒服 還可以那麼努力的 一直堅持下去 所以我就決定 與她一起建立 然後跟傳承 這份愛的事業 然後進來的時候 真的體會到很多不同的 那種人生經驗 所以我超愛我媽媽 很感謝她 讓我在這個轉折點 然後體會到不同的感覺 然後媽媽我愛你 然後也很謝謝螳螂姐 一路的一直照顧支持 謝謝 好 抱一下媽媽 光華謝謝妳 進來幫媽媽 分擔一些客戶的服務的工作 其實媽媽有伴的感覺真好 不只是有伴的感覺 是自己的女兒進來做 服務傳承我的服務下去 我覺得這種感覺會更好 我覺得我對客戶有所交代 對 所以媽媽真的很需要妳 有妳真好 謝謝妳 辛苦妳 我們一起為客戶服好不好 好 把這個愛的事業傳承下去 這也是南山的宗旨 每一個人都要幸福 因為我們在南山 所以我們很幸福 謝謝 唐鳳姐愛妳喔 媽媽我愛妳